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了,我們今晚又會再討論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過去也討論過了,關於外星人、飛碟 我們很高興今晚除了李永康跟我一起做主持 我們今晚的特別嘉賓就是Carson Sol Carson其實過去也在我們的節目 都跟我們分享過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今晚Carson會再跟我們詳細些介紹一下 Billy Meyer這位人士 我曾經也提及,如果是在飛碟 或者外星人研究的人 他很少說未聽過這位人士 到底Billy Meyer是一個什麼人? 很明顯不是一個亞洲人 他是否美國人呢?還是英國人呢? Billy Meyer可不可以說不可以聽? 先介紹一下他,為何他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呢? 在這方面 如果研究外星歷史呢 又慢慢看書 很多時候都會看一些 看到飛碟個案 然後可能再引申 你會看一看一看 會看一些叫做 老劫個案 即是被外星人捉上飛碟 但是如果你想再深入找多些資料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叫做接觸案 即是外星人和事主親身接觸 很多時候還要是這些接觸案 不會是一次的 可能會是很多次的 而其中裡面最多證據 就是可以說最多信息的 就是這個Billy Meyer這宗案 因為很多外星的UFO專家 都專門去研究這個案的時候 他們去到瑞士 找Billy Meyer 接觸了很長的時間 看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那些東西令到他不可以不相信 一個理性上都不能拒絕到他說的話 無論是多麼我們不理解也好 或者覺得多麼不可能也好 那最後見到他太多的資料和證據 再加上可能是 整村人的每一個人的口供 都是會 不是說一定要幫Billy Meyer做證 但是他們的證供 每一個是很立體的證明不到Billy Meyer 有一些很特殊的經驗 那他是一位瑞士人 那他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Billy Meyer 他本身是一個大學教授 還是什麼人 還是一個作家 那他本來是一個什麼人 那就要說回很小的開始 就是他小時候開始介紹他的歷史 Billy的學歷是很差的 他對於正統的教育 都是大概六年左右 就是六年級畢業 是的 但是他所擁有的知識 這些例如天文學 他現在的數字 甚至一些醫療 或其他的考古歷史 那些 可以說他每一篇都 跟當時的大學教授 甚至更厲害 甚至說到一些科學理論 是当时天文学物理学还未研究的 而他说了很多年之后 到了差不多现今 我们慢慢才发觉 他说的东西完全是对应的 也说了一些预言上的东西 他是一位小学不二生 但是他是做什么东西 他是自己自学学了很多东西 他本来工作在做什么 他是一个农夫 是他现在是一个农夫 他本来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庄里面的农夫 但是因为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说出很多资料 令人感觉以一个小学不二生 以及做一个农夫 是不可能会自己知道的 所以因此我们会觉得 Billy Meyer所说的这些资料 是很大的机会 他是跟某种的智慧接触了之后得回来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Billy Meyer所说的东西是很特别的 是很可信的 即是说不觉得他自己在学校里面 或者看书会看到这些学书 就是说他的背景应该是这样的 我说回他的故事背景 就是他很小时说的 大概他五岁多一点的时候 他在瑞士的一个教堂附近 他跟他爸爸当时看到一只UFO飞碟 在一个教堂附近 好像一些乐业那样慢慢飘下来 当时他小时 问他爸爸说 那一只是什么来的 他爸爸就 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四二年 还在打第二世界大战 他爸爸就说 这个是希特拉的秘密武器 但是Billy已经是 虽然这么小时 但他已经知道 这样的形态 还有可以突然间 吹一声飞走了 那样东西 是人类是 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科技 经过了那次经验之后 开始有一把声 是在心里面 有一种心灵感应 跟他一直这样 给一些讯息 给一些图案 就叫Billy自己找个方法 自己去找方法可以接触到 大概去到七岁的时候 这种感应就越来越强烈 他开始 小时候 但他都很理智 觉得会不会是我自己 精神有问题 他当时 告诉村里面 一个神父 幸好那个神父 都很开通 他那个神父 告诉他 他告诉他 他见过飞碟 有些心灵感应的时候 那个神父就告诉他 你不要跟身边人说 但是你要尽量尝尝尝 真的跟心里面那把声 你自己找方法去跟他沟通 但是他过了几个礼拜之后 Billy真的可以 心灵感应到 跟那把声 心灵感应到了 而那把声 那个外星人 就来自于七姐妹星 可能这厅大家都觉得 这些东西是很飘浮 很New Age 他所谓心灵 不是神话故事 对 七姐妹 中文都有这些神话故事 都会觉得很不实际 但是 如是者 他过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收到感应 就要他在一间屋 来大概半个钟头 一个草地 就叫他自己 静静静去到 Billy就照做 开始 他在当时 看到一只飞碟 慢慢飘下来 开门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 男的外星人 那个外星人的样子 就跟我们人类 有某一样样 Billy形容就说 他看上去是一个 很老 感觉很有智慧的人 这个男的外星人 就叫Pittar 他就跟Billy说 他成为他的心灵导师 在未来的11年 他会不断地教导一些不同的精神上 心灵上的知识 或者灵性上的基础 给Billy的 整个过程 大概过了四个小时 Billy自从这一次之后 他在心里 经常有一些讯息 或者有一些知识 给他 叫他跟着去练习 或者去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 可能很多人会上网 都会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很多人都只是知道 他和七姐妹 接触 但这些讯息 很多时在网上 就没有说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 Billy其实 小时候 已经是被七姐妹 接触着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是 由小到大 教得最多东西 给他的不是先生 反而是那些外星人 那他早年呢 他怎么把这些资料放出来 他是不是写很多书 还是什么的呢 大部分的资料 就是去到他 第三 看到第三个外星人的时候 写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notes 留下的 而那些notes 是七姐妹的星人 特意和他 要他特意留下 给我们一些地球人 知道他的对话 或者一些资讯 可能第一次见到的外星人 主要是心灵接触 但是去到过了十一年之后 他慢慢大了之后 他就变成了 第二个导师出现 而他的第二个导师出现 就是一个叫做 Ascar的一个女外星人 而这个Ascar的女外星人 就不是黎珠七姐妹星的 是来自于 他说他自己 就是来自于反物质宇宙的 是的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大家 听开看开的 都以为我们 只有一个宇宙 但原来在外星人的讯息 或者在一些最新的宇宙的理论 我们这个宇宙 只是整个超宇宙里面 其中一个宇宙 就是这个最大的超宇宙 其实有很多个宇宙 那这个Ascar 他就说 他自己来自于 叫Dow Universe 那他就说 因为他的星球 的科技已经进化到 他是可以 可以 穿越了 来到这个宇宙 和 Billy Meyer 去见面 他跟Billy 说 他将会是他第二个十一年的 一个心灵导师 教他一些更加深入的 一些 灵性上的知识 和一些精神能力 Billy 是由那时候开始 已经有少少 所谓的超能力在 他那时候说是多少岁 他第一次接触那十二年 他大概是多少年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是七岁 Billy Billy 他跟他说 他每十一年 就会有一个新的导师 来 担任他那一刻的导师 直到他每一次都可以 跟到他的要求 或者达到某些水准 他才可以 是继续去见第二个 Billy 可以说 可以达到那么多水准 而见到第三个七姐妹 星人 即是可以说 是每十一年十一年的 一个环节 是的 现在 总之他一生里面 他总共见到三位 三个 33年的时间 Billy 现在是几年 他还在吗 还在 他几年 他很老 没有了 如果四年那时五岁 即是七十多了 七十多了 但他还在生 是 去到他第二个的心灵导师 他每一次 就叫他 可能去一下某些地方 接触某些人 学习某些东西 不断地教导他 好像一个街 这样的 大概 Billy去到十多岁的时候 这个 Ascar 就叫他 不如尝试一下 一次中东之旅 而 这个中东之旅 是影响他 一生的 无论上 在那个 灵性层面 或者 价值观 都是一个 一个冲击来的 Billy 十多岁的时候 自己单独一个人 从瑞士走到中东 差不多经历了中东所有的国家 接着去到印度 而 这个旅程 是他经历了很多年 Billy 都说 这个旅程 对于他 认识之后的任务 是很重要的 因为 令到他整个旅程 他知道了 人类的精神 人类的生活 以及一些宗教上的认识 因为他走到很多这些 中东的地方 又走到印度 其实走到的地方 都差不多是经过了 我们 即地球 大部分的宗教的起源地 即譬如佛教 印度教 基督教 天主教 这些很多都是中东的法源 那便令到他 对这方面 是很深刻 那他自己 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去走中东 是的 那他就是 一个很苦行争的方式 他就 搭顺风车 不断去 一边走 一边上班 他做过很多很多 不同的工作 比如 捉蛇 又试过 做一些不同的 铁路工人 卖艺 甚至连无牌兽衣 可以说 他一边的旅程里面 数得出的一些低下工作 他都做过了 所以这个人 他可以说是 哪一边走一边学 他虽然读书不多 但他的知识上 是很厉害的 这些知识 感觉上 应该是 他接触的外星人 由心灵感应的 传递给他 是 好了 他在这三个阶段 其实 他接收到什么信息 是不是 现在是外星的智慧 是希望 藉着Billy Meyer 将外星的信息 给我们地球人 好了 那个信息是什么 其实都是 一个教育的 整个 这个project都是教育 原来 在七子妹星人 他们外星人的信息 他们都是想 接触一些 不同的地球人 由他们的地球人 令到他们的同类 慢慢知道 他们的存在 他们不想 地球人 好像以前那样 他说 他们曾经接触的地球人 但很多地球人 就将他们 成为了 一些神 这些是他们不想见到的 他想 由Billy 或者类似一些 接触个案的人 慢慢滲出来 让我们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 令到我们更加容易接受 他又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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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不会和政府 去接触呢 直接接触 因为 原来说 在我们政府 很多的人 他说 如果能接触到 只是贪恋 七姐妹星人 或者外星人的一些科技 而当我们的灵性 的进展 那么频繁的时候 我们拿了这些科技 除了会智慧之外 当我们拿了他们的科技 飞出太空 不是每一个外星人 都是那么善良 可能因为 我们的 号箭 的感觉 那么强 而飞出了这个宇宙 令到我们 被其他外星人 可能奴役 又或者消灭 都不顶 那么 直到 我继续说 Billy在中东里面 他走到 六五年的时候 他经过土耳其 他在那里 撞了车 经历了一个意外 那么 在那个意外里面 他飞出了车外 扯断了他的前左臂 令到他成为一个独鼻的人 所以在很多外面 形容他 这个叫做独鼻龙枯 嗯 他断了 还是残了 对 断了前臂 只剩下手 只剩下手 直接剩下手 断了 前臂 没了半部分 哦 是的 于是他继续去旅行 但是在那个十一年里面 他已经 就是 被这个外星人 Asuka 就已经带上了飞碟几次了 已经带过去一些不同的星球 去拍了一些不同的相片 那么 Billy曾经 有说过去 曾经去那个星球 就是 整个星球 白色的 所有东西都是白色 但是像地球那样 那么还有些人 那些外星人 都是好像地球人那样 但是就全白色 就是发出一些光 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有心灵感应的 那么变成 就是 他可以说是 在一个 接触过案里面 他是一个 最 夸张的一个例子 来的 因为他是接触过这么久 还要带了他 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 可能 这些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 只是他自己说的 那么 没有证据的 那原来 有UFO专家 去找回 在六几年 他在印度的时候 原来已经有记者曾经 是访问过他 但是当时是用假名的 那么这个记者 就是 看到Billy去到印度的时候 就住在一个 山洞里面 那些好像很苦行增的生活 嗯 那么 他给了记者看了 几十张照片 是一些外星球的照片 太空的照片 那么 他说了 说了一些不同的经历 给个记者的 那么 那些记者曾经有要求 说 要他给一两张照片 让他登报纸 那 但是 Billy就拒绝了 因为 他说 他在整个旅程里面 他曾经是拥有了 四百多张不同的照片 但是 曾经被人偷了很多 只有几十张 那么 这些照片是怎么样 他自己 就是 你说 他怎么拍 他自己带相机 去外星去拍 是啊 带相机的 那些外星人是 刻意地 给他带相机 去做证据 拍了很多照片 而 这些很多的照片 如一种 它不同的照片 现在是过一千张 到目前为止 是的 包括一些不见了 包括一些不见了的 是的 但是 有很多很多照片 是 非常震撼的那些 都不见了 或者现在在上网 看不到的 是的 为什么呢 那网上的照片 很多人会放完又放的 不会被人 删除了 有些人再放上去 因为他有很多照片 那么 厉害 美国是曾经 派人 特意去 放了一些假的照片 混在里面中间 但是 令到 可能有些人 看到的时候 看到几张假 或者 就会混淆了 或者不相信 他的个案 嗯 就是现在 就是 有些 当局的人士 都是 不是很想 他的信息 被 大部分人 接收得到 是的 就是 用一些 手法 令到你 到底是真是假 你都不知道 因为他丢了些假料 是的 令到你是 无意 取舍了 到底他说的 是真的呢 那么 是不是这个情况 令到他现在 成为一个很争议的人物呢 现在 是的 是的 他是很争议的 不过 绝大部分 去研究他多的人呢 最后都会相信他的个案 因为他拥有了一些很实质的证据 那我们等等再说这些证据 嗯 那么 经过了 我刚才说的 他经过了第二个外星人 教导了他十一年 那么 他都是 可以说是 过渡了那么多的 的 考验 他是 达到七子每星人的 目标 那么 就变成他是 开始见到第三个外星人 那么 这个第三个外星人 就叫 Semiase 就是一个七子每星人里面的 一些叫做 可能比较高级一点的 位置的人 那么 他 这次呢 就 直接是和他 亲身接触 带了他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而很多时候都会有做心灵感应 但是 心灵感应 可能只是 给他一些知识 约他一些地方 在哪里见 就带他去一些宇宙不同的地方 带他去见识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了 那 主要对我们很多人 完全未接触过 可能连他名字都未听过的人 那 你曾经所说 都是说他 他自己的经历 而已 但是他主要的信息 是怎样呢 那 外星人想说什么 有些人会怀疑 那 如果外星人真的想 有效地把信息放出来 他有足够的能力 做另外的途径 让我们地球人一体 就无可再质疑 那 为什么会这么转转转 找一个这样的人 他又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就是 你当他一个苦行真 修炼他 修炼他 修炼他之后 又要经过他 来到 将他那个 经验 感受 看到的事情 是要让我们地球人信服我们 就是 这个是一般人 想着 要不要这样 你想我们知道 你便立刻显示神迹 你说 以前 因为他们可能在 早年 可能有很多人 他出现的情况 在我们的古迹上 也记载到 有些太空的火箭 或者是炭空人衣着的图案 在石里面都看到 有本书 《Cherious of the God》 曾经有电影都做过 如果我们真的想 看一下 他有什么资料 有哪一方面的网站 他的资料是很简绩 也很清晰 也很好看的呢 有没有呢 或者他有一个网站 他应该有 今时今日 鞋人也有网站 私人也有网站 有 其实他有几个网站 是有 就是 报道他的东西的 是 不断地报道住的 其实已经是远了 他的接触 他现在很多个讯息 是超过三千页的 notes 已经是被人 缩录了成书 或者有一些 content notes 是放上网 被人免费下转去看 ok 那有些什么网站 你认为是 就是我们很方便 就是我们香港 我们听众很容易 可以download 看到 有没有这个 那我会将某些网站 给医生 你放在你的link那里 那里 大家可以是 拿去看看 特别如果英文 是可以看到很多资讯 是 是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要休息了几分钟 那我们 接着我们就会继续 我们今次的讲题 是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營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那我们就回来今晚的 继续我们今晚的讲题 那我们上一节也讲及 一位瑞士的独臂的农夫 只是有一个小学教育的人 因为他能够讲到很多很多 就是不可思议的资讯 主要是因为他跟外星人 在不断的世界的时候 一直有接触过 其实他这个资料 是很多人都在网上都会发布的 尤其是今时今日的网上的情况 很多人都在访问了他 把他的资料 就是插录起来 将他丢手网上的 在我们的网站 在今次的课题之下 我们都有些连线 其中我们第一个连线 就是关于Billy Meyer 在时空旅游里面 去到我们古时的恐龙时代的地球的现象 也拍录了当时的恐龙的片段 以及图像 大家有兴趣 在我们的网上 今次课题的第一个 是关于Billy Meyer的 Time Travel 和Dinosaur 是不可思議的 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 《Back to the Future》 如果大家在相对论 爱因斯坦所说的 General Relativity 我们都可以接受到 那个时空 是可以重叠 可以倒转回的 亦都可能有重叠的 很多时候说 宇宙的时间的 所谓的旅程 有时候在重叠的阶段 可以跨越另外一个时空 好了 我相信大家要看看才觉得可信的程度 你看到那些相片 真的拍到那些恐龙 以及当时那些飞行的恐龙的图片 所以Billy Meyer这个人 他所说的那样东西 给我们看的证据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但我有奇怪了 那个翼龙和飞行的 他有个速度 但是他的相机又那么差 他拍到的相机 没理由那么清楚 我看也不太清楚 很清楚 如果一个相机很差 你想想你拍了小鳥 也不太容易 我没有拍到翼龙 那些龙可能很大 好像飞机那样 但你看他留意了相片 刚刚飞在中间那边 拍得很清楚 很漂亮 其实那张相片也曾经有巧妙的 有被人攻击过Billy Meyer 说那张相片是假的 那原来发觉 有一个中学的课本 还是小学课本里面有一页 好像这样 图案是完全一样的 有很可能 其实那张相片 其中一张是被人摄入去 是假的一张 但是Billy Meyer知道哪张相片 真的哪张相片是假的 他拍摄的 他一定记得 那他结在那里呢 未必的 原来他这个人其实是很单纯的 曾经他有拿过一些底片 给一些UFO专家去验 原来他当时是很单纯 他曾经借过给很多人 很多人说想帮他测 帮他做这样那样 那原来很多人是拿了他最原本的底片 就拿到自己收藏 就给了一些copy 那他给了一些底片的UFO专家去验的时候 发觉大部分的 都已经不是最original那张 那他自己可能他也认了这么多张 他未必真的可以很清晰的 知道自己是拍了的 但是也很有趣 容易找到的就是说 因为他那个相机呢 是一些二手的旧相机 在镜头上其实有一些瑕疵 在右上角有一些残缺位 那很多时候 这些真的那些呢 就有一些这样的瑕疵位在那里 可以trace到 应该这些是真的 但是我也不担保 可能美国也都知道了 这一个问题 也都做了一些非常似 又有这个瑕疵的相 去继续混淆 但是因为他有这些 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短片 只有其中一两张是真的 其实已经是很震撼的了 那还有一张是很震撼的就是 比利他搭了UFO 搭了飞碟 去拍摄七几年 曾经有一个太空的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苏联的和平号 和美国的阿波罗号 太空仓结合 那一刻 他是拍了很多一幅 由怎样未结合到慢慢结合 而后面还要有地球的背景 那就是说什么呢 他只可以是一定是搭太空船 是用这个方向拍才能拍到 这个位置 就算你用多远的望远镜 都好你是拍不到这样的效果出来 那还有这些 就是很多不可思议的照片 譬如那些火星有人面像 这些这么震撼性的照片 这些铺开出来 是对美国很大打击的 因为美国说了很多年 是不承认 他们在火星拍到一些有人面像的照片 所以总结了他这些这么多的资讯 或者一些反宗教的一些言论 一些他和外星人沟通 说了很多灵性 这些属于很New Age性的东西 这些对于当权者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们是压制了Billy Meyer 很厉害 亦都用了很多方法 暗杀又有 做一些假的证据 或者专专拍了一些Documentary 怎样说Billy Meyer 哪些位置是假的 他那些女的外星人 是拍了一些雜誌的封面 那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是诬蔑了他 但如果当UFO专家 自己真是亲身自己去研究所有资料的时候 他亦都很一致 他觉得这个证据是最多 他的资讯是最多 以及最值得研究 因为就算连一些UFO专家 在七几年去研究他的时候 Billy都依然是跟七姐妹星人一直有联络 一直有上外太空的 有很多人做 只是看到UFO 看到一些怪的声音 这些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很大的 我证据支持他 除了这方面 原来我们人类如果经过一些正统的 可能一些高智慧的教导 游戏教 原来我们人是可以 有这些所谓的超能力 心灵感应 是原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你想想如果当政府 全世界的人 只是说有心灵感应 当权的人 权力核心是很大的问题 我看一眼就已经知道 原来你在骗我 原来有些免费能源 有些更好的制度 或者原来你做那么多 你是为自私自利 这些事情 每个世界政府 怎样可以这么容许他出现 他的信息 因为我们今天也没机会 详细地说 到底他得到来的讯息是什么呢 你曾经所提及 其实他说很多资料 是跟我们现时的 所谓的不同的宗教 其实是有质疑的 所以很多既得利益的 团体、宗教、政府 都很反他 甚至企图射杀他 除了他说 其实我们的电台 一直都想把这个信息 不断地放给大家知道 我们地球上的 很多问题 都是很无谓的 很多是我们的 过去的好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是可以令到人类 脱离我们现时的困境 但是因为 始终对有一些 既低利益的人不利 所以这种科技 一直被压抑 而比利玛尔的外星人 放出来给我们看到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可以说到 这些东西给我们知道 即是外星的科技 和地球过去的科技 但最有趣的是 时空的旅行 飞越的时空 我相信 当然我们的荷里活电影 也有 《Back to the Future》 很多片段 但很多科幻小说 都提及 我们也知道 很多一百多年前的科幻小说 《潜艇》的构师 和法国作家 《深海二万里》 《深海2000 League Under the Sea》 其实当时 没有这些潜艇出现过 他所形容的东西 结果我们近年 都已经陆续制造出来 所以时空的倒流 起码在高级物理学里 都觉得是一个可能性的 绝对做得到 但当然 我们未有这样的科技 是可以体现得到 当然外星的科技 远比我们地球人的科技 超越很多 所以外星人一直地 经过Billy Meyer 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人 希望他们不断放 我们的信息 给我们知道 所以挺有趣的 我想问Billy Meyer 经过33年的教育 嗯 他最重要学了些什么呢 他在灵性上的增长 和他对他的任务之道 他是负责将一些讯息 给一些地球人知道 而我们去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那因为七字每星人有说过 我们整个人类族 的灵性非常贫乏 而在他们的宇宙历史里面 有几百万个 好像我们曾经 那么进步的文明 都是最后是自毁了的 那他都是不断地在说 整个外星讯息都在说 我们人类要增长我们的灵性进化 我们只是行科技 最后是会自毁的 而我们要到某一个灵性的进化之后 他就会下来 再和我们见面的了 那类似一些很 类似怎样说呢 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想 我们有外星人接触 我们有很多的科技 或者很多不同的特别的东西 我们可以解决很多东西 但是在外星文化里面说 我们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等他下来 然后我们有人打救 我们全部好像读书那样 人家就已经在中学等着你了 我们就其实要 很快地 这样update我们自己的灵性 所有不同的层面 我们可以 可以升到去中学了 才会有外星不同的文明 帮我们 令到我们的生活 或者其他东西更加进步 那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说 常常提到灵性 因为这一件事 我想解决了我们现在 所有不同的问题的根源 其实很多宗教 都在某些程度上 都在某些程度上 都是说信仰 一个灵魂的救赎 某些程度上 其实我们过去都跟大家介绍过 在外国有些人 已经将很多 非常有意识的 有意义的资料 都慢慢放上网 给大家知道的 其中一个就是 《Psygeist》 《Psygeist》 《Psygeist》第一出 是说地球人的宗教的来源 已经很几年前了 最近 《Psygeist》的组人 有另外做出了一个片段 《Psygeist Addendum》 其实它里面说出了一件事 就是关于我们人的人性 就是人的行为和人性 它说出来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以为人性 是自私、自利 要为多求全 有这些所谓的 自私、自利的性格出现 它说 因为我们的环境 是做出来的行为表现 我们人的本质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它提出一个 有解决的方向 就是说我们的科技 大家都知道 通俗一点 大家都是拼命找食 什么都没有办法照顾到 因为找食那么难 也很多人做到来 都什么都没有 所以《Psygeist Addendum》 在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 其实我们要了解到 所谓人性的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局限 导致的 所以它提出科技的发达 是可以令到我们脱离很多 我们现在的困境 和我们面对的问题 比如最简单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干净的 很便宜的 或者甚至免费的能源的话 整个地球的景象 会即时改变得很快 所以我们将来 希望跟大家多一点介绍 我们也会将这个片段 已经有中文的字幕出现 我们会开始 在不同的场合 给大家有机会 去了解和看一看 所以《Psygeist》 常常说是灵性灵性的 如果根据《Psygeist》 他们的看法 其实很多人的灵性 之所以这么退化 都是因为我们 是被困于一个 资源有限的 假象里面 导致出来 如果我们说 什么都大家都足够 风雨足食 每人一个星期做两个小时 其实我们可以 很休闲地生活 最近报纸有登及 关于法国人 法国人全世界最懒 最大食人 平均睡觉九个小时 每日平均吃饭的时间 两个小时 法国人喜欢这样 他的社会 是有能力做到这样 所以法国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专门收留很多 外国的逃亡 被当地政府追杀的 逃亡人士 但当然最近法国内部的 暴动也看到了隐忧 所以最后的信息是如何 我觉得 说灵性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那么多原来 不同的宗教 佛教 那方面 都道教 很多人都说 某个程度上是说的 但是 都推荒的 要布施 所有宗教都是说的 你说当然容易 你做的 没错 所以 Billy Myer的信息 你说我 一定会比你伟大 你比你伟大 你一定会比你伟大 你一定会比你伟大 你现在说 第三个外星人 Sammias 很语重心诚 曾经说一句 他就说 真理是需要自己去找 可能每一个人 对于那个灵性的看法 或者那个 进步是不同的 那我想 这个 他曾经用心肠怪 你要自己去找 我想每一个人 是找回自己 里面那样东西 是啊 那 他因为七战灰星人的历史 他说到 我们地球是曾经 两次被自己的居民 毁灭了文明 那他希望我们不要 从都覆辞 那所以做了那么多 那当然他又不止 接触Biddymine 一个 有接触过很多个案 不过他说其中一些个案 就是因为他 鑒于一些公众的压力 或者接触个案的人 都是比较怕 他们不愿意去 去表露出来的 那其中一个 我很觉得就是 曾经啊 袁医生你都介绍过 在UFO学会 十周年的时候 都介绍过那本书 是的 其实都是 里面那个 接触个案 其实都是七战灰星人 是 米星星的小鞋 大概有三四本 应该有中文翻译本 其实他的原文 好像是 葡萄牙人 葡萄牙文 是的 那英文本有没有呢 英文本有没有 英文本只有一本 我好像也找过 因为有时候 有些病人都想介绍给他看 那我好像说 只有一本英文 反正中文有几本 原来奇异得严 其实都很好彩 真的很好彩 有本中文的书 还有那本中文书 是写到 非常之童话 是的 可以避过了 一些很 冲击性的问题 令到他可以给大家看到 如果有研究开UFO 古文明的东西 你会看到很多 里面很多东西 令你很震撼的资讯 但如果你完全不明白 看一些里面的外星人 和里面的主角的对话 你会认到很多 一些关于灵性上的知识 或者原来一些 我们不同的价值观 一些更深层 甚至宇宙观的东西 那本书我也是很值得推介的 是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件事 你说 在我们所谓的宇宙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宇宙 是anti-matter的宇宙 即宇宙中有宇宙 我网上也存留一些资讯 有些资讯 是说地球在宇宙里面 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 渺小到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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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值 也提及 既然地球人类自己毁灭了几次 那有种想法 既然毁灭多一次 有什么特别 哈哈哈哈 但毁灭也是 就是一个很incident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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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再 vale 属不回頭那或是怎么办 note 以前所说的就是 当我们i 搞一些原子和一些核子的武器的时候 我们破坏那种空间 是把其他的人 不仅是在其他的人 所以当我们的文明历史一进化到 他 работу说出来 可以研究到核子武器的时候 整个外星文化的现象就出现得那么厉害 在他们说到 这些外星人很多是比我们所谓现有的人类 是更早已经来过地球 所以他对我们的历史 甚至对我们整个地球的认知 可以说比我们更加深 是的 但是始终我刚才所提及 既然我们在地球里面 我们是人类的 但是我相信 就算是几秒少 始终在大宇宙有一个一元 有一个很少 就算是几秒少 有几秒少也会接触到一个部分 如果你每个人都说 这个是不重要 这个是不重要 那便没有了 你曾经提及 你说火星 火星曾经有很多生物 居住了一段长时间 Billy Meyer也透露过 拍过一些照片 拍过一些人面像 人面像 我们也在很多教科书 都有说过 看来很像 好像有一个地形 拍出来可能其他星球的反射光 其实有很多地球 都有很多这些 很像什么 很像物 所以这不是代表什么 所以那张照片可以说是 蓋了美国政府 太空总部两巴 因为它一直否认 火星是没有一些文明的遗迹 那张人面像的照片 是一些阴影 一直都是反对这些资讯 但Billy Meyer其中 那几张照片 是拍到这些证据 是很厉害的 就算我觉得 可以说完全否定他的照片 或者他所谓有特异功能 其他的经历 你可以否定他也好 他还有三样东西 是七姐妹星人 专专给一些证据去支持他 其中一个就是Crystal 另外有几个是金属样本的 而这几样 其中有几样 拿了给一个叫Randal Stephen的UFO专家 七几年的时候 大概七九年 是拿了去美国的IBM实验室 用一部当时最先进的光学仪器 去偵測那样东西 而其中里面那个三角的金属座 是拥有了差不多 我们所谓法学里面的元素表里面 所有的元素 还有每一层是很鲜明的分开 每一个元素都是很纯正的 而里面那个科技的工艺 是我们今时今日都依然是不可以做到的 还有是里面有些元素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是发现不到的 这些证据已经是很硬正的 所以这个个案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 还有里面的信息是很有价值的 嗯 始终这个问题我们都相信 不定有人来到去探索 有时候我都一见到有些线索 我都走去看 始终我希望我有一天 我自己都可以 哎呀我都不靠了 就让他带上去 邀请我上去 看看之后 那或者以我的我们的可信程度 很可能我们再说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是更加有 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到 那Billy Meyer 现在他近况是怎样呢 他是不是身体还好呢 或是70多岁人 或是已经放弃了很多时候 或是他很积极去全世界讲座呢 现在暂时 他之前呢 有些人是不断地去 早期的时候 还是不断地去找他 他是讲一些不同的信息 但是后来就 因为被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美国 或者一些影子政府 曾经暗杀 那他现在已经是 转为很低调 在他自己的笼装里面 有很多人呢 在个中心里面 帮他做事 印一些的传单 将一些的 他里面的content notes 是结集成一些不同的书 那些书 那些书 已经是在网上可以订的了 但因为大部分都是英文来的 那变成了我们香港人 都很多是 可能是认识不了 要靠 靠其他人去讲才知道的 好 好了 那时间关系啦 那我们 我是袁大明 我和李永康今晚要和大家 说一声拜拜 多谢Cutson Show 今晚的帮助 那我们下个星期三晚上 九点到十点钟呢 再在网上和大家再见 OK 好 拜拜